是基本上要等全部招滿的學生 傳人會課班 我們還有名額 歡迎有興趣的家長繼續踏躍參加 除了這個基本的中文教學以外 我們在課後星期天三點到四點 和會心 oh sorry jump ahead 我下面介紹一下我們老師和classroom 待會我們典禮結束以後 每個班的同學都可以跟著老師去他們的classroom裡面 今年的課程是這樣安排的 我們從拼音班開始 拼音班我教到的老師 如果麻煩你能夠站起來一下 讓大家認識一下 拼音班我們是在教室108教室 我們的老師是唐靈老師 唐靈老師你贊助大家 我們檢一班有兩個班級 檢一A班是李玲老師 我們檢一B班是陳凱南老師 檢一A班單位是在112教室 檢一B班是在114教室 檢二班我們現在是黃曉華老師 檢二班他會上次在1111教室 檢三班是趙希偉老師 趙希偉老師今年求完我們的 他是來教我們的檢三班 檢三班是在163教室 檢四班是葛恆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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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四班上課是在202 從去年我們是在1樓上課 今年是改到2樓上課 檢四班是葛恆丹老師 檢五班我們有兩個班 檢五A班我們是 檢四班是楊吳懷老師 檢五班上課是206教室 檢五一班是207教室 潘寧寧老師 我們現在就是檢六 檢七檢八 剛才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待會會 一定加強有些變化 檢六檢七現在決定合併 因為學生人數不多 所以檢六檢七合併 小課是在204教室 老師是蘇丹老師 檢八檢九 我們也會合併 當初還是更好 我們一起學習 檢八檢九的老師是 檢賀老師 愛嶺老師 是上課 二樓 正三班老師 是張明玉老師 她是叫愛嶺 上課 也在二樓 正五班老師 是林玲老師 林玲老師 林玲老師的班 是在208教室上課 兒子 會畫班 是張寧老師 是張明玲老師 阿琺老師 是在107教室 在地牢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成人會畫班 是王力安老師 我們也會找到教室 她是教室 我們在臺灣有些事情 黃麗安老師教我們的 Adult Conversation Class 下面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教會的童工 然後我們家長會的會長 許冬 來給我們一張請去 謝謝 歡迎各位新學生 尤其是所有學生 從我們社群的社群 我非常高興 今天來為大家服務 因為我原來還在臺上中文課 我們教會在社區希望能夠跟社區溝通 而成為美國的一個代表 就是Diversity 所以我覺得我們中文學校的 有簡體的 有繁體的 還有英文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 能夠在大家一起 把中文學校辦的 有特點 在亞大大地區 為我們廣大的華人小孩 和我們社區的美國小孩 一起做物件 我看來像我們的老師 水平都很高 所以我很願意 在這裡一起 跟校長跟我們老師 在一起工作 同時也 跟所有的學生家長 發出一個呼籲 如果都誰也願意 來參與同工工作 非常歡迎來跟我聯絡 所以我又去把我們學校辦的 化好 和辦事組 自己的教會 謝謝大家 謝謝 很多人都問我 是不是我的brother 我說 我說我也是 不關你 我真的是很感謝他 我跟他有機會 在UPS公司多年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熱心 非常驚奇 非常有功力的 所以是最好的我們家長會的會長 我想今年一定會全力 一定要跟每一位在座的家長的進行 來共同參與我們中文學校的服飾 一個好的中文學校 真的是離不開每個家長的大力支持 也很多家長在幕後奉獻時間 不但把孩子送過來 更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 都在我們中文學校上面 所以是非常感謝 我在這邊也介紹一下 我們中文學校的 很多幕後默默不明 支持我的一些成功 我們前任校長彭宏 請問你站不在這裡 他可能還在樓上替我嗎 還有我們兩位教育助理 張平 張平你在這裡嗎 有在 OK 還有劉家蓁 他們三位在一個暑假裡面 幫助我很多 也許你們沒有看到他們的工作 但是他們真的是在幕後做了很多 我辛辛苦苦幫我整理學生的資料 家長的information 教材的安排 教材的分配 都是他們在幕後做的 所以在這裡也非常感謝他們 下面我想介紹一下我們一些才藝課 是我們這個Sunday是3點半 謝謝 謝謝